-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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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頻道由寶島陣地邊境戰場 現代戰場場場地提供 本集影片由 TBRM礦質BB彈 合作播出 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在玩生存遊戲的朋友 或者是說在槍墊上班的朋友 一定會遇到一些人說 把BB槍改強一點 再用這些鋼彈拿去做發射物 就會有極大的殺傷力 真的不知道這些人的邏輯 其他的科學依據是從哪裡來的 欸欸欸不要笑不要笑 不要笑不要笑 不只是這些人會有這種想法 連我這個新手的時候呢 也有過這種疑問 把BB槍改強之後呢 再把發射物變成鋼彈 究竟會不會變得更強呢 又或者是說 像新聞報導的那樣子呢 不過這個疑問呢 有些電源他的反駁是說 你用鋼豬彈打出去 你的內管會刮傷 再來的話就是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遇到這兩個問題 那我們就針對這兩個問題下面去做測試 距離跟內管是否有刮傷 我這個主打著全民國防之民 進行玩生存遊戲知識的頻道 而這包鋼彈呢 我去買的時候 電源就跟我說 它的重量一顆是0.88克 其實玩BB槍我們也不會用到這麼重的蛋 最多到0.5克 目前看到有人使用最重 就到0.5克的BB蛋 就沒有再往上升了 所以 究竟結果會怎麼樣呢 那我們就先 測試 GO 好的 首先我們先從手槍開始 那我們先把AAP01做拆解的動作 並且把內管清乾淨 好的槍管清潔完畢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槍管內部 裡面非常的乾淨 沒有刮痕 好 這個是 出氣嘴 右邊 上面 左邊 下面 HOPP 原本是這樣子 好 外觀沒有磨損 好 壓一點正常 OK 壓一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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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下來檢查過後 一切正常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組裝回去 接下來就要開始測試囉 好的 接下來我們 試看看 用這個 鋼豬 店員是說 點八八啊 來看一下它的出出會降多少 好 開始 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它 可以打多遠 我先把它HOPP調最緊 好 向下壓已經調最緊了 好 裡面一個鋼彈 好 OK 有了 朝上打 好 平行的 好的 我們第二次讓它彈匣回溫喔 然後裝器一樣灌到滿 那現在我們測試 裝14公斤 它的距離會不會變得比較遠一點 或是彈道比較漂亮一點 開始 包一定好了 好 清空 好 清空 好 清空了 好的 我們看一下它的推彈嘴 以及推彈桿喔 有沒有磨損 首先是這邊 側面 然後 上面 下面 正面 看一下磨損 基本上我是覺得 還是看不出來 還是覺得還好 還是看不出來 應該還OK啦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內管跟HOPP OK 首先我們看一下它的HOPP 基本上 基本上 給大家對一下 來這邊 好 正面 看下來 基本上是沒有磨損啦 好 那麼接下來又看那個 大家比較 在意的 內管的部分 它裡面有沒有刮傷 OK 看一下 神奇耶 內管的部分 居然 沒有刮傷耶 我覺得看下來是 沒問題的 內管的部分 我看一下 應該是沒問題啦 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好 那既然內管什麼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換 更高出速的槍 來去試看看這個鋼彈 它到底可以打多遠 好 那手槍測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開始做 狙擊槍的拆裝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看得到 我們狙擊槍的內管呢 我已經擦乾淨了 是沒有刮痕的 它的七缸頭 好 沒問題 欸 不行 接下來遠距離測試 我們一樣到 太平的寶島站立 來做遠距離的測試 因為手機的Google地圖版本 比較新 所以我們這次再重新測量距離一次 那我們這次的定位先定在這邊 那把最遠距離量出來呢 大概是50公尺左右 也就是說 上一次馬路易打到底的距離 是50公尺 而且還是下墜的狀況 好的 那麼接下來 開始測試距離可以打多遠 好的 那經過剛才測試呢 基本上它的落彈點都落在這一個路的中間 以及這附近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距離 大概是 23到26公尺左右 也就是說 這次的測試 我們可以知道 要用出速150MBS 裝我們的0.88克的鋼豬彈 23到26公尺 已經是塔極限了 OK 那經過以上測試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用鋼彈打BB槍呢 它的內管基本上是不會刮傷的 那為什麼會有刮傷這個論數呢 有可能是以前的BB槍 它沒有HUB系統 所以打出去的球 會變成像蝴蝶球一樣 在你的內管裡面亂撞亂飛 但是現在的BB槍呢 都已經有HUB系統了 所以打出去的子彈呢 它都是直接向後旋轉的 它的撞擊點或者是說 接觸點會比較有規律 並起來我在想 因為是鋼豬彈的關係 所以它的光滑面積會比較滑 比較平沈一點 所以它接觸的摩擦力 可能沒有那麼大 所以比較不太會造成 內管上面的刮痕 那這時候就有人有疑問啊 既然鋼彈這麼重 它在撞擊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你的內管 它的內徑會變得凹凸不平 因為它射出去的時候 是這樣子飛的 是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這樣飛的 有兩個論述啊 一個是沿著上面的論述 另外一個論述是沿著下面 上下的論述 那這兩個論述呢 基本上都不會妨礙到我們測試 或是我等下要說的結論 因為畢竟鋼彈 它是屬於比較重的東西 那相對我們鋼管的話 它是又長又細 所以這個重量到尾部的時候 極有可能會造成它彎曲 但是目前我測試下來 也沒有特別發現這種情形 而且有相信以後 也不會有這種情形 你問我為什麼 測試結果很簡單 這個根本就只打不遠 而且也沒什麼 沒什麼批用 那第二個問題呢 相信剛才我就已經解釋 或是說不小心透露了吧 就是依照用鋼彈發射下去的距離 其實真的沒有很遠 就像剛才測試的影片一樣 手槍最多到15到16公尺 就直接掉在地板上了 我說的是掉到地上的距離到16到16公尺 而我改過的距離槍150呢 它掉落的位置是差不多23到26公尺 就像剛才說的 那個是我射出去到掉落位置 大概是23到26公尺 那有效的射擊距離呢 相信一定要再測半 這部影片應該有幫一些朋友 解決玩具槍 或什麼不能打鋼豬彈 或是金屬彈的原因了吧 還是說你有其他看法 又或者是說你想要再加一補充什麼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區跟大家一起分享 OK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 選擇全部通知 按讚 以及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訊息 想要施我的話呢 可以追蹤我IG以及FB 好就這樣 我是Rock 下次見 掰掰